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闪马田赛马习作 今天是2020年10月18日 现在拍片大约7点左右 当然今天有10场沙田日赛 包括两场级制赛 又是赛马结果时间 金枪60大热胜出 另一批大热飙之智能紧败 输了给一只几十倍有利共赏 短途香港马的情况似乎是比较困难一点 似乎暂时还没找到一些很出色的接班马 相反一理就有金枪60接班了 今天除了大赛焦点之外 美丽全城这批马王终于表现回落了 去到八岁 可以说征战了这么多季 终于看到他有回落的迹象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另外原来今天莫雷拉和潘顿 都是交白卷 没有投马交出的 他们两位分别 今天都有几匹的热门马 也是输了的 两位大师傅加上都没有一场投马 结果田泰安做骑师王 何扎耀又骑两只大热门 顺利起马 今天主要跟大家讲这两个话题 开始内容之前也提提大家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按订阅 再按旁边的小钟 如果影片图中有广告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高抬贵手 尽量看完它 事不宜迟 开始今天的话题 首先先讲一关潘顿莫雷拉 标题就是天狗食人 其实标题要保守一点 不要太过分了 因为我心目中有一句烂截的 就叫潘狗食人 今天的日马 那些注码都被你吃光了 看到了 潘顿今天的大热门 三生好运真的是大热 其实有些马就是 临场落飞落得很厉害的 比如说万利高 本身六七倍 落到3.9 闪电盒本来五倍 落到2.8 这个很厉害 但是回来 有一个第三个 也叫做 很有交代 也叫做有良心 然后其他 很多马都看到 都是不过十倍的 但是跑回来 全部都是好一般 包括马王的美丽全城 注意 美丽全城 尾尾的win 是回到8.3倍 可能很多人都看得出 他赢的机会都很小 因为背了33磅 但是比赢依然只有1.6倍 很多人都觉得他三架有机会 但是结果比赢也没有 回来 好像第五名左右 潘顿这几次的表现 全部都是争议性的 上星期日有荣华 其实全天就是赢了北极光 然后星期三又没有 今天又没有 就是加上三次赛日 就赢了17元的北极光 荣华有问题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之前也说过 我就坚持觉得荣华 就未必真的跟他有关 有时候拿不到位置 BOKS就是BOKS的 你不断说我是马会走狗 也没用 如果我是马会走狗 就不用在那里说了 殷哥 那俊臣呢 其实就 之前就没有机会说 现在也说了一点 其实俊臣末段也有打开的 但是末段 就是末段 就是末段 亡空了之后 充势也是一般 而潘顿也是顺着那只马 你不是说再打两边 那只马就会上 最主要是说你吹拆的时候 马有没有反应交给你 然后骑士才会再做下一步行动 但是如果马骑下去 没有反应交给你 那你再大力打边 其实马也是一样的 就不要想着 因为他骑得油而输了 其实是因为马 回来的走势没什么 所以骑士没有大力骑下去 这两只马就是潘顿 可能也是当刻 刚好一些失准 或者一些招牌 就在他身上 那这次怎么办呢 这次其实美丽全城 我觉得没什么藉口 这个也可以扔到希斯那里说的 那一会再提 那刚才说了 曼利高那些是临长车里热了 闪电俠其实落到2.8倍 似乎很有信心 但是看上去马暂时是这么多了 因为对着前面的两只马 即是那只营彩繽纷 泳彩繽纷 就受药了很多磅的 那他过不了了 难越来自半步 梦想成本就高了 那么另外 其实今天潘顿你说 骑法很有问题的马 我就看不到 暂时来说 那或者观众们可以提醒我 他有哪一只 热门跑得很有问题 骑骑痒痒痒的那些 就是让大家提醒我了 而博爱有威 全日就名切最高的马 反而这只就挺好分 有6.8倍 那总结来说 其实今天很多潘顿的马 跟之前的情况是一样 全部都是被人买热了 就是本来不应该这么热 但是就因为有潘顿 或者有些真的追潘顿 或者憧憬这只马 真的很有前景 但是实在有一般 那譬如说那些三生好运 可能就是 神聪营养快线说过的 就是这个胶神我们提过 只不过是他老早答应了 罗富泉的 其实他就未必真的可以 给他选择 他未必真的会选择这只 那结果真是一样的 跑到第三 那这样 所以呢 潘顿呢 我也是说 我们赛马 是跑马不是跑人 那我们 量马 投注 都是赌马不是赌人 最重要就是赌马的能力 以及他有没有什么条件 骑士呢 只不过是帮助而已 是一个旗次而已 那么潘顿这些表现 其实不是因为他差 而是那些马 都是边边线线 一般的 至于潘顿呢 不不 莫雷拉呢 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么今天呢 其实他的马 可能普遍比潘顿更热 上心声就跑到第二 那合火年代呢 昨天呢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直播 youtube在黄昏时有直播 我都觉得这只马 是为什么会这么热的呢 很奇怪的 那结果回来 也是只有近乎 没什么威胁 对不对 买到三点一倍 隔夜试过两倍 旺旺哈 是初出啦 快步速临场 依然是有点点急的 美之妙已经五岁了 走圈是淡定 但是跑出来没什么水准 可能这只马前景一般 福起多多又是啦 准准的 说过啦 胜得精彩这些又是 那美的三只呢 其实以我认为 就明星运明雀 反而是有惊喜的 就是我心目中这只马 就一样的 实力 但是莫雷拉都熬到第二 那炮子头呢 可以注意回 今季呢 就是现在今次走出来的神色 比上季低沉的时候好很多 那么预料呢 就是今季应该会减了分 有些表现 那么总括 莫雷拉呢 其实的情况 也都是跟班顿差不多 他没有什么特别跑错马 那又是啦 如果大家觉得他有什么拉马 不如你们提回我 我就暂时看不到 这个莫雷拉有任何的问题 那总括来说 就说 潘顿和莫雷拉今天 就是的成绩 那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了 就是不要将他们的马 立暖追捧 就是捧得过高 那事实上没有实力呢 你看到中间的那些场次 两个都没有了 那如果 非了他们反而省了一筆 反而捧其他骑士 就好过了 那么 美丽全城呢 就最新的消息 我也是看那些Facebook 报纸的即时资讯的 那美丽全城跑完今场 就很失望了 那预料呢 就会跑了国际赛 就是可能11月那场的马会 一里錦标呢 就会休息的 那12月正赛那场才会出的 那可能给他一些新鲜感 如果那场跑得差的 就会退赢 那这个就是初步知道的 有关美丽全城下一步的消息了 的部署 那而美丽全城 其实今天就跑得差 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133磅 那我就说了 其实这只马 放在骑士那里 大家都寄望他可以保持 昔日在大摩那里表现 那但是这只马 年纪这么大 那还有呢 就顺便可以抽一抽 骑士的水 骑士呢 除了开来日起马之后呢 结果呢 就是他的马是一样的 那事实上他季初 在这个来香港的时候 面对传媒访问 他也是说 他对舊马 并不会特别摆太多的时间下去 如果一般真的有料的 练马师呢 其实就是 首先在季初都一定要练 舊马 散一下招牌 是不是 那比如说 这个罗库全 是不是 丁冠雄 甚至韦达 他们在季初都赢了很多 那些舊马 那就是帮自己散了招牌 那之后才有新马 底港 那但是 他可能 因为他手上 太多那些52分马 太多质商分子 他可能根本 并不自在 这些舊马 大家看到 他手上 有52分马 他也有26只 52分马 也有26只 很多还没出过赛 那些 可能他手上 要赚成绩 靠这些马 只不过 我就提到一件事 其实就是说 也都反面证明 希斯根本 练马的能力 并不太高的 练马的能力 你当然不是看练 质身马 多厉害 质身马 他有分在手 个个都懂得练 你放在河梁那里都赢了 但是就是说 你怎样训练一些舊马 怎样培养回那些舊马 起死回生 有回能力 那这些才是练马斯的功力 练一些舊马 但是希斯 连这些东西都不做 基本上他来香港 纯粹想着 将自己的PPG 卖给香港马主 赚一下勇 跟着赢一下 赚一下奖金 来香港 就是 叛换票 他未必是这么有斗心 去欠冠军 也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去欠冠军 那看起来 美丽全城 任我行 这些表现 就更加证明 美丽全城 在他手上 就没有突破表现 退就不关他的事 但是就是说 其实放在他 和放在其他普通的 列马斯里 根本就没什么大分别 并不会说放在希斯那里 就会说老了 也有第二春第三春 绝对没有这件事发生 甚至退役的机会 我认为相当之高的了 不知大家 就是对我的观点认不认同 如果认同的话 都请像影片的左上角 那三个符号那样 在影片下面 给一个手指攻我 留言去支持我 或者将影片分享出去 like comment share 出去 我也是一样 会这么感激大家 当然小弟也有会员patreon 和youtube会员频道 都欢迎大家 每月课金支持 里面有更多文字内容 和whatsapp的群组 欢迎大家加入 最后多谢大家 收睇今期的闪马田财马集作 明天应该有马圈短打的了 一定有些最新的消息了 一定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